7月12号 封任2023国际狙击手射击竞赛 在武警新疆总队某训练基地正式拉开帷幕 现在我宣布封任2023国际狙击手射击竞赛开幕 封任国际狙击手射击竞赛 是武警部队开展实战化训练和国际合作的重要品牌 此前已成功举办两届 本届竞赛共有来自白俄罗斯 巴基斯坦 科威特 南非 多米尼加等18个国家的近40个狙击小组参赛 中国人民解放军 陆军 海军 空军 武警部队部分特种部队和中国公安特警7个狙击小组参赛 为了此次比赛 我和我队友都做了很多准备 也经历了层层选拔和淘汰 所以最终能站在这个国际比赛上 我们感到非常幸运 也希望我们在比赛中能发出稳定的水平 取得一个理想成绩 中方在课目设置上还是比较精细的 对我们来讲 特别是我们打穿越狙击 打铜钳 近战精准狙击都比较精细 开在第一天 竞赛现场就展开了多种姿势狙击 前行狙击 穿越狙击等多个课目的比拼 在近战精准狙击课目中 要求射手使三发子弹击中一横一纵 两根长十厘米 直径三毫米的玻璃馆 在50秒内 成功命中两根玻璃馆的队员 可以获赠下方悬挂的轩缘舰 此次竞赛以实战精英高难为主题 紧扣国际特种作战演变趋势 采取同课目同场竞技 多课目同步展开 多场地交叉轮换的方法组织实施 接下来的时间里 射击竞赛将围绕单兵小组综合 挑战四个大类12个课目展开 体现精准运动潜伏对抗的狙击理念 此外 竞赛期间还设置了观摩文化交流等环节 旨在让参赛队员进一步加深了解 切磋技艺 凝聚共识 共创安宁 通过竞赛搭建一个交流展示的竞技平台 让各国反恐兼兵互相学习 共同提高 增进友谊 进一步推动反恐特战能力建设 共同完成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使命任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